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南起京哈高速南侧 北至洛苑北大街北侧 全长约16.3公里 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重点项目 改造工程中 长约7.4公里的顿购隧道是一重大难点 4月21号下午 中医社记者提前探访 走进西线地下隧道 宽敞是给人的第一印象 据介绍 工程采用的超大直径顿购机 金华号最大开发直径达16.07米 是国产收台最大直径顿购机 直径大了 挖出来的隧道自然更宽 从来更容易制堵 东六环是目前北京一个外环道路 根据现状的交通流量来说 是经常在早高峰和晚高峰出现大量的拥堵 东六环改造工程 把原有的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六车道 另外东六环现状的道路是高路级道路 把整个通路区分为了一分为二 所以说为了把这个城市左右连通 我们把现状的道路放到了地下 记者在工程泡面图上看到 整个隧道被分为上中下三层 顶层为排烟层 中间层为行车通道 下层为管线及疏散救援通道 其中下层空间隐藏了很多秘密 最右侧是每隔80米有一个疏散楼梯 最下层的中间部分是我们的疏散救援通道 人员可以通过这个救援通道迅速地离开这个隧道里边 达到地面然后接受救治 最左侧是我们隧道的管廊管路一个空间 三层隧道设计应该是在我们北方 乃至全国应该是不多的 可以说是首次运用 特别是我们这个隧道整体的立体救援体系 有上下救援体系以及左右救援体系 在这个条隧道是首次使用 走进工程最前端 金华号顿购机正在进行绝境作业 据介绍 目前它平均每天能完成十余米的绝境任务 按照这样的施工进展 东六环改造的隧道工程将在年内迎来双线贯通 目前东六环改造工程 总体行样进度已完成67% 其中桥梁工程完成75% 陆基路面工程完成73% 顿购西线隧道也完成了90% 东线隧道完成了83% 预计顿购隧道可以完成年底贯通的目标